如果你发现一个男人和你谈了很久却不想娶你 别傻了 他现在不娶你 以后也不会想娶你 不信你就看看等待了罗丹五十年的路斯贝利 他二十多岁就和罗丹在一起 既当保姆又当妈 伺候了罗丹一辈子 到了七十多岁才等到罗丹娶他 完婚后两周就去世了 所以说不要妄想让海王收心 浪子会回头 但不会因为你 他俩刚谈恋爱那会儿 罗丹还不是大师 没名气没钱 脾气还抱 但路斯不嫌弃 二十岁就跟了他 二十二岁就给他生了孩子 一直包容他 接济他 无怨无悔地陪着他 一陪就是二十年 要知道路斯只是一个缝纫女工 又得养孩子 又得养罗丹 想想就知道有多辛苦了 但即使这样 罗丹也没有想过要娶他 因为他害怕婚姻会束缚他的自由 磨灭他的创作灵感 所以他只想享受 不想负责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路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明知罗丹不想娶他 却觉得自己能等到罗丹回头 但罗丹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 反而在四十岁出名后 在路斯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时 找了一个只比他儿子大两岁的小姑娘当情人 给路斯响亮的一记耳光 罗丹和情人的故事 咱们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那是真正的灵魂交流 所以路斯慌了 他已经四十岁了 怎么和年轻貌美的情人相比呢 所以他几次要求结婚 但罗丹压根不理他 路斯还能怎么办呢 孩子都二十多岁了 总不能分手吧 所以只能继续卑微地陪伴着罗丹 经营着那个破碎的家 在漫长的五十年里 他的身份是模特 是管家 是保姆 是女朋友 是孩子的妈妈 但唯独不是妻子 直到罗丹七十五岁时 因为得了四次脑医学 感觉自己活不久 这才良心发现 想让路斯能以合法身份 继承一笔 可以保障他们母子 晚年生活的财产 才和路斯领了证 这时候路斯已经七十二岁了 孩子都五十多了 从一个小姑娘等成了老太太 路斯可算等到了妻子的名分 好不容易夙愿达成 但天一弄人 结婚两周后 四次脑溢血的罗丹没有走 路斯就先去世了 哎 一辈子的等待 才换来了一个迟到的名分 只享受了两周就去世了 你说路斯这辈子过得值不值 傻不傻